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四 今天市場上升的板塊比較多 我們看看最前五塊板塊是什麼呢? 指送農業、食物、化學製品、交通設施和醫療保健 這些都不是足以使指數大幅上升的東西 而指輪亦霸佔了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我們看看他們的情況 指農林業,你看到 這只不過是 你們的九龍子業很久都沒有見到 現在見到出來的上升 其次有食物和飲品 食物和飲品都是現代木業 其他飲料品牌的品牌 接著是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是大乘生化 一直都炒不起來 中化化肥比較好 上海經濟化工也有 東樂是做氫氣方面有關聯的 資料比較好 是值得留意的 交通設施方面 一般來說 在機場方面 都比較好 我們看看 基本上升的板塊 這個板塊是美團升得多 巴里巴巴升得多 騰訊也升得多 騰訊也升得多 所以在這點裡面 我們就看到 跌的就有中國移動 因為錢都移動的話 中國移動的錢就會移動出來 看看 其子方面 碰觸到在布利加通道底 之後就反彈上來 這個反彈基本上是一個 好的形態 如果要更好的話 是需要有一件事 是需要 補足這裏的水平 即是要升上布利加通道中軸 才可以叫做真真正正脫爛 如果不是的話 這裏是保利加通道中軸 這裏是一個 所謂的裂口位 裂口下跌位 起碼是升破裂口下跌位 如果不是的話 去到這裏 再下跌 就不要養了 這需要關注一下 其次我們看看 醫療保健正還沒說到 這一樣都是這樣 我們接下來要看 今天可以留意的 就是海螺水泥 另外 好